好 那首先我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新生公司的陳副總 我的經理大概是 武專 讀電子科的 那我的專長其實基本上是在IT這方面 早期出社會的時候寫了很多程式 寫電話Face、Mobile 我也寫過一本有關PTA的程式的書 那有關網站的 像如果是大家知道什麼Java 這種東西 我有license 什麼 不過我現在都沒什麼在寫 現在都是叫別人寫比較多 那這個公司 我來到的公司大概十年了 一開始從NIS 然後做到業務 然後再做產物 現在有關產物跟國外業務是我在負責 現在也在就組EMBA 剛好跟貴公司的謝總是同一屆 那大概是我一個經歷 那這三天的計畫是這樣子的 首先就是Wire Hining 相關的 因為我不太知道各位對Wire Hining這一塊的了解 因此我大概有一個出階還有一個進階的介紹 讓大家對Wire Hining 什麼連接器 以及線材 有什麼這個我們在這個產業 因為我們所處的產業有一些俗稱 還有一些規範環境了解 若時間夠 我當然能把 因為資料非常非常多 我能夠把一些資料 能夠講和講的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講 主軸是講IPC 我想大家 我對IPC應該是蠻瞭解是600跟600 以這一塊吧 應該屬於跟各位的產業是比較有關係吧 那我們這產業就是在幾年前 IPC它就是結合WHNA WHNA叫做Wire Hining 就是一個這樣一個組織 這個組織專門在 我們也是這個會員 它專門在講YS這一塊的一個像是一個 制定一些標準 所以IPC就跟它結合 請它幫忙制定 因為他們後來覺得現在這一塊是非常重要 幫忙制定線材這方面的標準 這個標準怎麼來的呢 大多數是由美國那邊大的組家 他們的一些的標準 然後大家討論之後覺得不錯 然後再去制定 其實你看到一些 如果說像下次有機會介紹的話 它裡面有很多圖等等 去找NASA 其實很多是一模一樣 尤其像那個600、610裡面的 也跟NASA裡面 因為NASA那個標準是可以download的 很多是一樣的 好 那現在不多說 我們現在開始介紹一下 那一開始基礎介紹大概就是講一些 WHNA是應用在哪邊的 就來講一些 我覺得要是另外一邊的人 一開始熟成的 這個基礎部分大概是 硬硬的部分 還有一些氣勢、結構、加工工 基本上這個課程 我們希望說我們的客戶 或是我們的一些對這個有興趣 來到我們公司 所以最後還有一個殘溫工廠 因為來我們工廠才會更容易了解說 它加工的過程是怎樣的樣子 你們才知道 這個它那是什麼加工的 那以後我們做的時候要怎麼 在設計上面可以稍微考慮到 那這樣的話在於未來 你們在設計的會比較恰當、比較適合 然後藉由這些介紹 你們可以設計出比較適當的現材 這是一個我做這些的講義的目標 當然這些講義也是讓新型員工他很了解說 我們這產業是怎麼樣的 怎麼一回事 有啦 這就不會那麼… 會有這些的長感覺 好 那我們知道 Y&S的東西在A38裡面大概有多長 大概有 345公里長 那一台車展開以前是說4公里 那現在可能不止電動車會更多 好 那簡單的講Y&S 就是和Wiring&S其實都是什麼樣的意思啦 如果是用這個收平字眼就可以 就把一堆線塑在一起 就剛才所看到的這種塑在一起像它們的意思 那一般來講Cable or Semi其實是 可能設出不像這個VGA的線材啦 我們通常稱為Cable or Semi 就是有關比較外部的線材 那應用部分它有電 然後你電子產品照有電的 我常說照有電的 我們就像Honis這一塊就很像人的血管一樣 連接了所有的那個Organ 一些器官 連接所有器官 它只是我們是連接了一些Device PCP等等 那大概是電腦的配線啦 這是硬碟的 這是VGA的 這是Cable or Semi 還有這個是RJ45網路線電話線等等 那這個是有關Camera在用的 應用在Camera延長的 以前我這做蠻多的 那這個是有關Audio、Video 有關的 這叫RCA啦 這也是用外部 我想一般家電也常用到 不過現在大家有可能用都被HDMI所取代的 裡面高頻嘛 那這個是一些配線 就是電機配線 大概會用在一些電源的部分 那這是比較複雜的 我們曾經做過比較複雜像這樣子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博弈機台裡面的配線 博弈機台裡面 如果是去那個廬場 那些機台都很大 可能就需要像這樣配線出來 這是FFC的部分 那FFC基本上它生產過程就 我們生產過程是兩片像塑膠片這樣 中間有紅片 然後過去打壓出來 是引體成型的 當然像這個FPC它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會有開模式 像是吸藍式這樣子 這是FPC的部分 那就需要開模式 那線組設計 當然設計部分要考慮到什麼 就是環境了 環境有什麼 溫度、高溫、低溫的時候 例如說我們要高溫 就是鐵圓線材 或者就是電力列氣 耐燃的部分 那矽膠線可能那裡比較高溫的 那再來還有濕度、潮濕、乾燥等等 或者是一些特殊環境 如化學環境、醫療環境 在均用的屬於最底下 那均用卡料料比較強韌的一點 因為你知道嗎 當兵軍人力氣都很大 那個線如果太細小的話 它一把就斷掉了 那當然還有就是一些抗油等等 荷重啊 在功能的電器方面 耐電流、耐電壓、低脂胖 使用有銀線、無氧銅線 如果大家有玩那個高級音響 有玩那個聽那個喇叭 需要發燒線 就是像無氧銅線 大概大部分都運用在那邊 那一條線好貴 那一條線這樣子 一萬、兩萬 很脆 那抗雜訊的功能 例如防疫、燃燒、燃燒、高頻傳輸 它要怎麼設計 怎麼才讓它 例如它的impedence 要如何做匹配 從廣大雜訊 或是低頻干擾、高頻感擾等等 在機構上的配合 我們這線材有時候要穿過去這個case 要繞過來繞過去 怎麼去選擇適當的線來使用 非常重要 不能說我繞過去的時候 繞過去 在設計上面就要重新設計 因為可能你開這個模式case 比換一個線材太貴 有時候會這樣子 當然如果是特殊狀況 要換線材 因為有射出的部分 可能就模式需要再重開 搞不好有一點才可以值得貴 你開個值得不曉得多少錢 搞不好是這樣子 那手機裡面是用Micro-Cressio等等 還有它的重量 在航台 其實大家會不會覺得說 鋁線一聽到這個東西絕對偷料 其實不然 那它是有時候會用在像航台的部分 因為它需要輕 因為它發出來要太高 太重了 它發燃料什麼推動就要再更大更強 所以它需要鋁線 一般鋁線都會運用在航台的部分 那有時候 因為高頻其實要有幾乎效應 那幾乎效應的時候 它其實是可以用鍍銅鋁線或是鍍銅的鋼線 那鋼再來它是比較韌 它有時候會運用在外部拉長線的時候 反正你跑高頻 那大部分的訊號會跑在表面 那個線材的表面 所以它中間其實沒什麼電流在跑 黃線的運用鋼線 也就是這樣一個人 所以線材其實也是一種很大的學問 例如說艾文要考慮到暗貴的部分 有沒有蜥蜴、月樓等等 在線組設計裡需要考慮這麼多 搞不好還有其他部分 我們沒有寫進來 那在這個線材產業標準大概也列一些啦 還有更多的 我大概會列的是像IPCA620 就是我們YANIS的部分的一個 它的一個品質上面的一個標準 就是這個規範REFENSE 那壓著的它的拉力的規範是 大部分也有ULO-486A、486C 那大概還有ULO-310等等 那這個是DIMM-411611-4等等 那汽車部分有SAE啦 USCAR21 那其實規範在阿里上面的一個拉力的強度 那航派也部分有NASA 這個是8739.4 那飛機大概也是 因為SAE其實它是載具 那飛機也是載具的一種 它不是只有光汽車 所以它是可以一起使用 那船舶部分就是ABCY這一個 也大概遵循是約有3E的部分 那軍用的Military 7928G 也是可以用什麼SAE啦等等 那測試的部分有PIA364號等等的部分 好 那電線來最早是1837年就已經有了 那到1847年 那這部分我再來就不是 系統能源支持的時間不是那麼多 就是跳過會後 我再給你們PDF 你可以去參考 我收集很多資料 這些資料像這個基礎介紹大概有全10頁 那進捷的有137頁 那它有介紹因為有758的部分 也有670頁 那以及那個塑膠的 因為我去塑膠射書那邊 我上過課 我把它整理出來 引爆浪跡也好像很多 所以總共有四五百頁 我都可以給你們 今天可能沒辦法講 沒那麼多 好 那電子線大概是自駕駛WYLE 我們俗稱叫電子線 那大概結構是一個導體跟絕緣體的部分 那電纜線Cable部分 大概有 就是它裡面就有很多新線 但是新線的話 其實就是剛剛那個電子線所組成的 那有可能就是它有Twins 有小線 有可能沒小線 又或者是它有不同大小的線放在一起 看你去小看你去掉 或者它放其他線在一起 那它的結構大概 我們一般有這個叫松格林 所謂松格林就是 這有一層叫編織 那裡面有一個骨頭 然後稱為松格林 那這個有外背等等這樣子 好 那線材的部分主要是含為導體、絕緣體 以及遮蔽還有聽說材料 大概有這四項基本的一個元素 那導體部分有鐵、鋁、銅、銀、金、合金 那大概是銀的話 或是它導電力比較好一點 那再來是大部分都用銅 現在我們使用大部分用銅比較多 那其他的 當然其他的都會有一些用力 我們剛才講到在不同的情況之下有不同的應用力 那絕緣體的部分就是我們俗稱的外背、銅、銅、銅 我們也知道我們也聽到 如果是有跟我們接洽過的朋友 我們也聽到那個PVC、PVC 那其實絕緣體不只是有PVC 像橡膠類的、PU的、鐵布隆、PE的、錫膠 等等都是可以當作那個 皮膚的就是絕緣體來使用 它都有絕緣的功能的時候都可以使用 那遮蔽一般有銅編織、玉美編或是鋁波等等 填充材料都有紙 沿線、黃花粉 那為什麼有紙呢? 當然是為了讓它裡面增圓在它壓出 線材壓出的時候可以它會跑掉 或是說沒有增圓的時候它容易 不能在加工的時候不好加工 那有時候會放滑絲粉或是一些沿線讓它拉裡 大概有這樣子 那電子線它有分實心線 那絞線的部分就像這樣子 或是鮮小厚度這樣子的情況 那線材的種類有非常非常多種 這是從網路上刷下來 可以看到 就是說這是Black Cable 它把它包成圓線的部分 那這個是不同的材料把它包起來 成這樣 雙格力啊 這是像雙格力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單格力 就是雙格力 要多一個銅編織我們稱為雙格力 那這是排線的部分 這是把排線把它捲成一個像 那線材的功能呢 我剛才講的有COCA wire或電燃線 FFC也算是線材一種 FPC也可以把它當作一種線材 有排線、路線、電話線、裸動線、汽車花線、七包線、三層絕緣線 還有什麼銅鑊絲線等等 那也非常非常多種 這個我大概有帶了一些 原本我整理了很多啦 後來因為有時候公司啊 被同事拿走後來就不斷跑來去了 有這些比較特殊的線品片 我們去看一看 這是一些 但是運用 這是運用的部分 那當然如果大家有講端詞 大家可以拍 我們去看一下 那在功能上面的話 大概有溫度有耐高溫線 耐滴溫線、防火線 這個防火線是在一些大樓 它有像我們那個防火電梯裡面 它布的 它可以耐久來住 高溫、火燒都不會有問題 再來有去國外展覽的時候 看到那個真的展示出來的防火線 就是拿一個噴槍去燒它 那下面你掉一個燈 表示它的那個東西 還可以被燒壞 還是可以使用 我們大概都知道 其實在溼火的時候 溫度非常非常高 提電裡面有去燒 燒它燈燒的溫度 可以到1000、1000多度 溫收 可是你還是需要用電 因為像101這樣的高樓大架的時候 那個雲梯車根本沒辦法達到 好 那我們總不能叫消防隊從一樓跑到上面 所以他們有一個防火電梯 我想通知如果超過50個 你本來應該有一個防火管理 你應該知道這樣一個規定 好 再來它的規定 你剛才有講到 上油、氮化權、防雜訊盤、抗UV、高頻、防暑線、醫療線、抗疫線 這個防暑線是有提及過比較好 還有兩種防疫種 就是在外背多加一個鐵的保護 我是金屬的保護 保護它就是不要被咬 另外就是在材料裡面加一種化學藥物 讓它輪起來 接觸草的外加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這個有什麼好事 老鼠為什麼那麼喜歡它 喜歡咬它 有沒有發生過老鼠外甲 它剩下的外皮 屁不見 剩下的紅邊是這樣子 我想應該都有看過 因為在這個壓軸 這個線材壓縮 這個PVC 它需要加潤滑器叫大豆 這等於說你加那種菜的 那個炸辣油進去 很大潤滑 所以它壓縮都可以好壓 所以你看 我們都出把香香的 它聞起來香香的 很好吃 所以說為什麼它喜歡吃 不是說彈它不爽的樣子 那當然我在想說 那現在不是大頭嗎 應該加大頭的那個 搞不好可以捏蟲 對不對 好 那外觀不管有原線 有變線 特徵有軟線 柏硬線 均線 高彈性的 等等 它大概一般的線材標示 那我們都會怎麼講 我們會叫1007的EURAL STYLE TYPE 1007 我們通常會叫EURAL 107線 大家不要把當作是EURAL STANDARD NUMBER 1001 它是EURAL 758以下的 STYLE PAGE 1007頁 這個或許我再來講 通常我們看到這邊有一些 這個是DNUMBER 就是EURAL所發給這家信材的一個認證的號碼 所以你的號碼是可以找到 它是你滿個廠家 但那一身材 它的電話 它的身材的電子 等等都查得出來在EURAL網站上面 這個是AWN的意思就是說 它是Follow EURAL 758 Pilence In Wild Materials 這樣一個標準去做這兩些材 V-DIW-H1是耐能的一個測試 透過EURAL 181的測試後 它可以得到V-DIW-H1這樣的一個通過 後續我都會再仔細介紹 那現在是V-W-H1有介紹它的標誌的意思在哪邊 那80度是它的Rating 299 就是它的額定溫度是在80度 那301是它的額定的電壓 那這是華德所做的 這是他們廠家的名字 那如果它有在申請CSA 那它是透過TR-64這樣一個標準 它有申請在它的標準 一樣它有一個它的NUMBER就是LL 這一個是卡的NUMBER 所以透過這個NUMBER可以去CSA上面去查得到 那再來是它的標準是90度 16G LLF是LIT3 就是無簽的意思 那這個為什麼90度會發出 其實線材有很多標準 這家的標準測試方式不一樣 只是說月樓認為它只能耐到85 可是在CSA的測試方式下它可以耐到90度 也有可能它這條線拿去歐洲的歐規 像DIN或是BS 它有可能是105度了 那只是它測試方式不一樣 所以有時候我們現在看到這個85 像我們做業務就像我們做國外的歐洲部分 它會拿那些H05VV 然後這是歐規的部分 你看這個80公司上 我們有些業務 例如長輩或是說 他們以前比較沒有去瞭解這個部分 然後他就把這個歐規的80度 那是不是我就拿 UL107這一個不是80度啊 就給你替代掉 可是我們都會有去很了解說 裡面的標準是測試的 然後就直接這樣來替代 其實我一直在導正公司內部 所有的職業工的觀念 那個是不能被替代 那當然如果說客人的多福 那就算了 如果客人最大 客人說可以 那就可以 因為我們也不了解 我們這條線是用在哪邊的 除非我們知道你們用在哪邊 我會給你一個正確的建議 說這個東西應該用什麼樣的線材 比如說它是用在比較電源 比較使用在電量比較大的啦 電流比較大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就應該換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不會辦 因為它這個107啊 它在UL網站上面 它就都有戳名使用在哪邊 下面也會有再介紹 再來這是Cable線 這是網路線的部分 那CM它其實UL也算是UL裡面的 耐燃的一種標準 它是75度 4Pair是四對線 因為我們大概知道網路線 四對線發表線 2 4G級 然後CSA或CSA標準 它已經有一個男人 CMGXXD1 它一樣都是耐燃的一種基因 TIEIA就是一個通訊的一個協會 關網路線通訊的部分的那個協會 它是CAT6 叫HCode 它是UTP 那網路線又是一本Code 或者這樣一本書 這兩種書才講到CAT5 CAT6一點點 CAT7在後面 再加加下去的話可能更猴 那個路線要怎麼顧啦 那個網路線架在這邊 還有這個Building的中間的那個 這個是用什麼線啊 那一般的負線 那折彎要怎麼折啊 這個很複雜 那這個是一般使用的Cable線 我們稱的20276 大部分是拿來做LVDS 然後一些傳輸的 Display的訊號 它一樣是MIDAW-1 耐燃的 80度30V 它E-Number 加叫全文 它一樣是Lit3-Ease 它這是排線 這是一樣 它是透過AWM-2651 這個XL-Page的標準 那一樣它有通過 VW-1 105度 305 28 gauge E-Number 是Lohus 好 那這個是成國的標示 成國跟歐規的標示 剛才你講的 它是透過定跟VPE 081的這個標準 所指定出來的 像Li 有的時候會看Li 它是代表多幅角線彈性線 或是彈性電 Y GPC的意思 2Y 代表G4Y 就是Y 我想 我不曉得應該是沒有用到這個線 據我了解 所以大家用了每個位的U-L 這個標準 就跳過 你們如果有興趣 往陪自己看 好 那這是一樣 U-L跟歐規的部分 大概在本質上面差異 因為U-L它的產生是一場大火 在1874年來18幾年 一場大火死了很多人 所以說政府覺得說有需要去成立一個組織 因為那個大火後來見識之後就發現是在可能是電線啊 那時候電線大概的基礎不好 它就是這個電流太大了 發熱把那個原體啊融化 那融化它其實溫度非常高 因為如果去美國都知道他們喜歡鋪那地塔 它就跌到地塔上面 它整個就燒起來 所以他們在 U-L的規格大概是比較集中在防止失火危險部分 但V-D歐規部分大概是 這個德規大概是比較關注於人員操作部分 所以兩邊會不太一樣 所以說他們為什麼 他們測試標準會不一樣 大概它這個目標 它的本質上面的不同 所以它測試上面是會有這麼一應 所以電源供應下 比例是最嚴厲的電氣安全標準 好這樣這也是有關後規的 這個就比較多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自己再考一下 這個大概剛才有講到一些標誌說明 就是負責這邊 那剛才就比較遺漏掉就是像 它有分class class1跟class2 class1就是內部用線 class2就是外部用線 那AV的話大概是 部分A是電子用線 部分B是電器電器用線 那FTY CS7一個耐奶等級等等 那日本HF就是代表它的耐奶等級 所以這個東西常常會跟這個LF LF3 或是產生用YES過來 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電線的大小呢 大概有不同的 國家有不同的規範 像我們常常都是用Gage 它其實叫做American Wild Gage 那這個是BWG 叫波米韓鮮規 其實線性使用是公理 那SWG CWG等等 這是中國的 那這個是Standard公規的 那歐規大概也出費別的 大概就是NN平方或是直徑的 那我們再來把這個換算成這個Gage 我們大部分就是用 像美國跟日本大部分就是選 台灣跟日本大部分就是選美規 所以說我們大部分就用Gage 那這些啊 我有看過 這個我在被巡假的時候 果然客人是有用過這個 但是現在很少很少很少 大部分不是這個 那一般我們在業界的協議會怎麼協議 尤其在我的報價上面 那我用匯公車的報價就是總經理的報價 我不知道它的效果是怎樣 那如果是看到這個UL-107 這個Mandle代表是Gage 黑色 就是一般電子線的表示方式 大概會這樣子 我們就知道UL-107的線 8G 黑色 那電纜線的部分 Cable的部分是怎麼表示呢 例如說2464 二開頭的大部分的Table 還有三開頭的 是比較特殊線的 Hegg-free 就是無路的 特殊線 鐵無龍的 直接控的 是三開頭 那還有五開頭 還有一萬的啊 兩萬的啊 在後面都有說明 到時候再講 那2464的話 像這個26Gage AV代表是雙隔離意思 那A是鋁國離意思啦 那E就是代表地線 B就是Brain 就是編織的意思 那因為地線有20 所以就用E 那B來 那寫B也有人寫D啦 那真規的需要是因為是這樣子 或是有時候會看到20這樣子 那9C代表9條新線 因為我們裡面他會講 就是Conduct 大概就是9C開頭 那Jacky代表上面是什麼顏色 一般的人大概看到這樣 就知道 當然還有更複雜的寫法 像這個比較複雜 這個是一般我們所用的一些 像這個線 VGA線材 它的寫法是這樣 28G的新線 三條火球 就代表三條索線在裡面 那加6C 加一個B線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三個火球在裡面 加6條新線 那這個就是 10P這Pair 代表10對線 其實裡面展開是20條線這樣子 那就是10對線 AEB AEB 代表雙顆粒 好 到現在不知道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可以馬上可以來問 大家互相交流一下 好 如果沒問題就繼續好了 那所謂連接其實在1939年中 美軍那時候二次世界大戰 他以前可能就是用焊接比較多 因為戰士很接的時候 總不能用焊接來維修嘛 焊接也很麻煩啦 那有時候焊接也焊不好啊 尤其大家都知道 有空害虛焊 有時候有什麼習思 習虛啦 什麼造成麻煩 又有什麼觸換器會導通啊 這種問題大家效果非常複雜 所以那時候呢 他們就想到 利用連接器 一個原型端子 或是外端的東西 來快速的做一個抽換的動作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 那這個是NMP最早的 那現在大家都沒有NMP 都被泰哥給Bingo 在幾年前這樣子 那一般在這本書 這本書 你拿有Charles Connette Handbook 這個書的作者其實就是 我記得是發明這個連接器的 他把它分為六個Label 可是在美國的那個NEDA 他就把它分成五種Label 那大致上就 我們就依照這五種Label來看 那首先呢 Leveling 他是愛奇的 像Sakila等等啊 烏海就是靠這個Sakila 起家的 就是這個 這就是Level1 這個是封裝的部分 我剛才說的 封裝的部分 像是月光 烏海是靠這個起家的Sakila 這是Level1 在Level2部分就是版對版 像這樣子 像金蟲子等等 Level3就是限對版 Wide4這部分 或是WideY 或者是它屬於紫系統對紫系統 這把Level或者是外部部分 好 大概有這五種的Level 它分類這樣子 那連接器一般來講 內部用的 大概也是這個叫Hotion 還是這個叫關節 我剛才傳下去應該裡面都有 那連接器大概是可以 Wide4 還有GreatPin的部分 Wide4的刺貨 以及Port4的部分 還有WideY 有分FHC使用的FPC使用 或是排線使用的 或是Covatio使用的 以及一些廣泛使用的 像USB啦 1394啦 PSOP EVI HDMI等等 我們連續端子 還有汽車用的 大概有更多 航拍用的啦 船用的啦 等等 那一般我們連接選用會 怎麼選擇 像內部它會依照Pitch來看 那Pitch越小 代表說它間距越小 那間距越小的時候 我們使用了線材 就沒辦法派出 那一般來講 都會使用在傳輸訊號的部分 如果粗一點的部分 大概是電源的部分 大概會用Pitch來做個選擇 那外部的話 大概就是你存入介面 比如說USB啦 或是DMI R1232 RN18啦 這種還有1394啦 等等 或是PC 這樣的一個存入介面 來選擇它 因為它都有自己的標準 像USB協會它就有自訂啦 HDMI協會它也有自訂自己的標準 所以大概選擇就比較容易 按你的標準走就對了 那內部使用的連接器 它命名的方式大概就是 設計連接器的時候 按照客戶設計的時候 客戶要求的命名 要不然就是自己內部命名的方式 所以看到的是PHAXH 就是內部自己設計的 它是以我們命名的 這是內部使用的 就是一個連接器 這是一般應接使用的 就要成為NASP等等 那我剛才講外部使用的 USB1394啦 UGF啦 DVI啦 DSUB啦 DSUB就是一個連接器的標準 那這個是外部連接器 像HDMI、DVI DSUB 這是25片的 然後這25片有鐵殼 有分鐵殼、塑膠殼 它是圓形的 那圓形的總共有很多了 好 連接器的結構 大概是它們分為兩種 一個是端子 一個是豪群的部分 那端子就是所謂接觸 有時候已經看到contact 其實就是半指端子那一部分 裡面比較接觸的那一面 那膠體部分的話就是塑膠部分 好 那它有什麼標準的UG94啦 UG94、UG94、V2等等 它外殼的 當然也有一種是塑膠和親屬部分 大概分這樣兩種的部分 那這是赤膚部分 那赤膚就是需要把那個 絕體部分裡面剝掉 它直接從這邊插入 它就是赤膚接觸到那個端子 這樣子 好 那這個是規聘的 所以它必須要先壓倒 之後再做串號尋的動作 這是一種形式的 那這個端子大部分 我們這叫前腳跟後腳 那實際 它們叫的就是前腳包覆的形材 形性的部分 那後腳這部分是 對 這樣子 那大概有端子的結構 大概是有Ledge 這個是Locking的部分 它只有線檔的部分 它是有剛才講的是包覆 形件的包覆全體部分 還有接觸面這一塊 大概跟這樣子 好 那加工方式的剛才有介紹 像鴨鑿的 刺破啦 還有一種包覆式 我大概有修一下 那還有漢節 大概是漢節 那包覆式的話 是講這樣子的 鴨鑿是講這樣子的 它就是刺破 這個包覆我接觸到現在還沒有 看我台灣人有人做 那一般就是用在通訊上面蠻多的 或是馬上通訊馬上使用 會比較多 而且它是用死心線的 它是漢節的 請問一下 右邊這個刺破式的 對 我們有看到我們一些相關的經驗產品 它在刺破式的那部分使用了多心線 是 那這個刺破式的collector在用多心線的時候 對你這個多心線如果有部分被刺斷了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感染 所以在線材的使用上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們那個導體也不能太粗 容易被它給刺斷掉 也不能太薄 太小 它就沒辦法接觸 所以一般如果這樣考慮 基本上這樣的設計不是一個農法權 它是使用在A系的 A系是不好的東西 很少看到A系的這樣 但是也是有啦 最近有 有這樣的案子嗎 對 可是基本上比較少 很少看到 大部分在機器上面 而且是電源比較小的部分 是用這樣的選擇 因為這樣比較好 對他們來講這樣比較好製作吧 因為只要吃過 不用再撥 然後再打這個東西 然後再穿 那它只要一次就 它也不用 它只要裁斷 一次就壓力就不到了 對 那 那這是看一些的 那加工程序大概有 我們這個行列加工程序大概有這幾種 當然還有更多的 大致上有這幾種 如果波線的大波 就是波那個KB線外背的叫大波 那小波是波裡面輕線的部分 有一個採斷 還有扭線 附襲 矯線 就是 有時候要做一些高柄的 他要做一個 box.close talking的時候 做關於他 來代表到我們其他隔壁的訊號的時候 會做一個矯線的按揭 有一種叫超越波按揭 我們會做一些社書成型 算號訊 DX 來 我們先找一下 看你的那個 找一下 鬧現實 大家採討一下 大家沒看過 一隻 插 好 把劍穿進去 然後折彎之後 這顆很長 然後快速轉動 好了 他連P都撥掉了 大概已經連接上去 臺灣有人賣 我看過有賣 可是你要買那個那個品針很高 大會這個運用在我看到都是一些通訊在用 因為通訊可能要根據網上現場 馬上要做不同配線的時候在用 那臺灣這個比較少 有時候還覺得滿方便的 它有電動 所以它是手動這樣壓 壓一下它就走 這樣子 好 比較特殊 好 那一般的周邊的零件有勒說 薯袋 薯鑽鋪 保電鋪 從編織網貼紙 剛才你找到尸管 貼本心 開關尸管 膠套 加上LED 去湊層 這一湊的東西湊層 好 我們手機要輪掉它的線材 這樣子 好 這個部分我就先跳過Lohas 這個東西都已經滿滿小的 大家應該滿頭的 對 好 這些設備部分 好 這個部分我們就先跳過 現在在講進階的部分 好 因為融縮啦 比較敢啦 它講比較快啦 會比較無聊一點 剛剛在公司裡面大概在講兩小時 中間我就一直開玩笑 會比較好玩一點 但吃東西很無聊 你知道嗎 好 這個進階大概是介紹一下各國的安規 再來是比較detail的介紹線材的部分 還有它怎麼去算它的抗 算它的一些解面器 什麼算 還有一些材質的介紹 耐耐等級 或是約有線材 那 演藥器 還有效果的部分 那 安規大概是定義之為了確保人身安全 財產 不受任何的傷害和損失 電力出來的一個安全規範 那涉及有關電極火災啦 電池輻射啦 環境汙染啦 化學輻射啦 能量啦 衝擊啦 化學輻射啦 機械傷害 熱傷害等等 那大概美國的全球的標準體積大概是最高的 就是以外的Ice 區域也像以外 國家的像NC GIS 啦 GNS 團體也像SPM 這大概是測試以後的標準標準 在公司的樣子 收銀行李 綠色標準 可愛的手等等 這個都稱為安規 本上是限財人 那安規的規範 認定規範 CNS 的 DIN 啦 JIS 那測試規範的SDN 那一般限財的安規 大概有Ice 例如的CSA CIN 啦 JIS EIA 這是軍規的VDS 德規的GS 還有VN 所以忘記了 VS是英國的FCC啦 它是有關通訊的部分 那PSE是指定的那樣一份 那伊瑞龍 它是成立在1804年 那剛才也講到是一場大活 那它成立起來了 那它現在大概700項標準 它一直在增長 這是講它的故事 在1870年當中大 它因此的成立 它的全名叫 Honda Writing Laboratory 然後保險商實驗所 那俗身的我們所謂的 幹角的007 其實是UL758裡面的UL107 Type 那下面會介紹到 那一般使用電壓的020多 22是AWM生液的標準 當然它有超過的部分 像UL62啊 66啊 620電源部分 但我可以看到 它也對單一個零件 也做出它的標準 像開關 關子 電容 通訊 也可以有用它的標準 像這個在講 很持續的標準像UL106啦 那我們現在這個行業 大概UL186 使用設備接線啊 使用的比如說同任的部分 像是其他 這是它的Standard UL53什麼等等 是其他的標準 跟有關電器和電子產品的一個標準 這也是像電器和電子的標準 有關生命安全的標準 這邊大致上能列出來的這個 那工業控制的設備的標準 像這樣子 那對塑料標準 我們看 請常避到UL94 這620是耐燃性的測試標準 然後這是什麼7、7、6 這個都是管屬 你刷電路板屬膠材料的部分 那這樣你們公司 自己有做耐燃性方面的侵犯嗎 沒有 這部分大概是我們去買這個現場 那現場它就 剛才講的 因為它就會做這樣測試 那通過它的標準 它代表它所做出來的產品 已經有可能這樣規範 所以你們公司主要還是在加工那方面 還沒有到就是研發類似的材料成本 沒有 也沒有到很多東西 對 所以我出來這個現場的現場 就能拿到化解了嗎 因為你們使用的線材 它是耐燃等級是什麼 所以它就被保護它是有那個比較迴犯下來的 如果聽說 有線有什麼拉力 在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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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拉力就變成汗頭的結合生理性 因為沒辦法連用的結構 對 沒錯 因為拉力大概有三個階段 一般的線材 線本身自己的排檔是一種 那另外 線跟連接器所結合的部分的拉力是一種 那連接器跟連接器之間的拉力又是一種 所以說我們大概是加工的 在於線跟連接器的部分 我們是follow IPC裡面有資料 它的拉力標準 那它的拉力標準大概也是follow EURO 186A Mb 這個不同的關子型態 做到不同的標準規範 或者是你用在 因為IPC有分三個類 是class 一般使用的 還有商用的 還有就是一些不能斷的運行的 就是那個機器不能斷的 停電運行那種 像是線材有線材的標準 它變成線線之後 它的標準會比較多控制 怎樣控制 那一般來講的話 像USB啦 GDUSB USB協會所制定的是USB Connect 對接對差 它有一個 我記得是5萬次嘛 這個插法的動作 從拉力的時候 就能5萬次那份 降到多少 然後這樣標準 那我們是做 就是線跟這個引接器 焊接那一段 我們加工是那一段 所以我們的標準是在於 焊接那一個點的拉力 或者說焊接的 它的焊的好不好的部分 那整條線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 因為我跟你講這三個階段 每個階段都不一樣 很難去指定它是在哪邊 對 那各位想要請問一下 你們整個加工的部分 這個拉力 是你們出或給我們之前 你們做了哪一些反大力測試嗎 好 在現場的時候 如果打這關子的時候 我們就先 最多這一批來啦 工單來啦 我們開始打 架模架上去 調好之後 我們先搭一根 搭幾根啦 來用拉力測試器 拉到破壞測試 拉斷為止 看這個拉斷值是打到多少 那這個這樣的一個測試方法 也是IPA之前 裡面的一個外型設施 所以都是前三、前幾條 然後每一個工程 現在已經要完成了 我看地ungen 看地ungen 我們有如果量很大 兩個小時小子要警察部 뭔讓人啟 fulfilling 兩個小時期在一起打 兩個小時期的話 再猜 evitar TO Ksek 因為怕這個兩小子中間 震動啦 會沒有跑掉啦 等等 如果一般的話 打不到兩小時 那些大概是第一條測完了 因為有時候跑掉的機會比較少 對 實測前面的兩邊 大概調好不好了 那會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我們現在的公單上面 就是SIP 我們都把它全部記錄在公單裡面 所以就電腦移植出來 我收穫我的ID space 所以就把全部都 模組化 資料庫 位置在一起 所以印刷也馬上去多有 那以前的資料庫 發去看是怎樣 那時候會有這種狀況 就是研究局的進化 作業人員偷懶 平靜異 開始的時候會說 他現在也是把房子這樣子 留意的的話就變成這樣 那沒關係 待會兒還會再介紹那些拉力結分 會比較詳細清楚一點 那個時候我們再跟詳細研討 這個後面 好 那電線的部分呢 因為有62啦 軟線啦 電燃啦 758啦 它是電池配線的部分 817啦 516啦等等 當然還有其他 又有44啦 就是通訊部分等等 非常多種 好 那這IEC代表我不會在那邊 但是我記電光協會 這個產好就好 CSLA CED JS 大家如果遇到這個有問題 就趕快拿出來 可以馬上知道 這個我就不詳細來介紹我們解釋的內容 因為太多了 那這IEC就是剛才講到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一個國際的認證人員的協會 那它的宗旨是通過世界範圍內統一認證的培訓 讓這個我們所做出來的電子產品 達到一個平均式 讓我們推出 那對於現實來的就是IPCA 對於F620 或是WHMA 那為什麼都會跟WHMA 因為他請他們說制定 那大概有分三個Label 一個是NIT 就是主任培訓 主任培訓師就是培訓這個CIT的 那對於作業員或等等 他不需要 你看這種後一本書 他可能只做某方面的那個加工 或是做某方面的程序 他只要START某一個Module 所以他就可以得到CIT 那CIT 像我是CIT 這本書都要 因為我就要教他們 大概有分這樣子 那這個CIT是受贈的內地所 有教授 還有考試通過都認證的 它是常常的樣子 NIT是一個平規的部分 BD德國 德國的部分 ICEA 還有大概列出來美國加拿大 德國 英國 法國 這些 那汽車 線材安規大概有分這些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看一看 好 那講到線材的部分 大概有講到四個 那到底有這麼多種 硬銅線 反銅線 半硬銅線 還有伏奇銅線 還有天角銅線 那這個硬銅線大概是 我們現在比較常用 場內大概是用反銅線比較多 那其他部分比較容易用 那其他就是一些外的配線 還有機械設施等等的 可以用反銅線 或是用反銅錄銅線也很多 就是像現在貴公司用的大部分 就是貴公司的銅線 那個軟銅線大部分是像汽車化線 那先假如銅線像這個 就是配電盤裡面常用到 那有時候很大一塊 差不多這麼寬 然後跑的電壓跟電壓就很大 那烏氧平線 這個大概我剛才講到 使用在那個發燒線上面 讓它傳輸更好 那其膀線 一般用在我們的耳接 使用在那邊 或是在馬達上面 可以用這個其膀線的繞維線圈 那銅波磁線 它是一個在那種很強烈的纖維上面 混在一起 那它拉力很強 它很細很細很細 但是可以耐到40公斤的重力以上 那還有一種合金銅等等 還有我們剛才講的同胞鋼 它應用在外部部分 就是一些長距離的架空線等等 還有鋁線 它也應用在一些航台上面 很多種 那大概簡稱大概就是 TA叫固體通線、裸通線 然後腳平貼 然後尖角波度的TCE等等 CCSR、SAN 如果到以後我看到這樣的字 也就知道了 這裡查一下就知道了 那導體一部分的話 有分三種 例如是導體、半導體、圓體 它的分類大概是用它的主抗來分的 那當然原來講 金的不是最好 很少能拿用金來當刀貼 那它部分就是用渡金來做一個點接力上面 讓它防止它講話 以及它在接觸上面的潤滑度比較好 尤其像汽車部分 它的陶寧汽車 一般的國產車就不會用到渡金的 如果像高等級的 它會用渡金的點接器 為什麼 因為它在接觸的時候 其實把它放大來看 如果硬一點的 像洗液 洗液還比較容易 像一些銅 青銅 那個比較硬的時候 它其實會 其實它表面其實會有泡泡膚度 所以你在接觸的時候 其實不是百分之百的緊密接觸 它就會有主抗在那邊 那為了防止這樣的主抗 那就是渡金 你知道金的延展性 還有它比較軟 它在接觸的時候 它是比較能夠緊密接觸 不然它比較小 也不會因為 因為你知道汽車裡面 大概有4G的震動 因為這震動照著它 損害心上比較少 而且是很抗氧化 現在有另外一個就是用 皮膚來替代比較軟一點 如果金太貴的時候 那大概有這樣 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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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導電性呢 銅最好它在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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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熱性是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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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重的話是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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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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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不會氧化是因為 大家都知道 如果化學的時候 它是因為有誘成 氧化膜膜在外面 所以它比較不會氧化 其他是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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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以上是不考慮耐米的 耐米性 耐米化或是產核金等等 不考慮耐米化 那有時候它會做一些其他處理 我們就不做那些考慮在裡面 它做這些處理之後 可能改變它的老電性 還有它的耐米化分的作品 就是很多材質經過耐米化的時候 它的特性有變好 會更好 有時候會更好 會做其他部分更好 對 這個是跟材質有關係 比較沒那麼多 沒懂到那一點很地丟 因為我不怕舉例 對 當然還是同樣 但是有些核金才是會改善機械強度 但是會降低它的保熱性能電器 如果做核心的誤會 它的特性大概還有導體電柱 那這個公式 導電率等等 那這個公式我在這邊就不多講了 這個時間也沒那麼多 那這個現金算法 我們在這邊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來研究一研究 那一般來講 我們都把它寫成ESEL 直接套進去就知道 算一下就好 如果大家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什麼東西 那大概這個是Gate級的比較 對照片 這樣子對照片 我們這還蠻多的 大家如果覺得不清楚的事 我們再去搜尋一下很多 那決定老體結面機 有兩種比重是利用它的 總是測量它的那個結面機 總是測重什麼 那這邊我也不多講 大概有興趣來探討就好 那這個資訊真的太地底了 還有它的Live 彎折型 還有它的拉管力 康樟強度 生長率 這是它的一個要測試方面的 這些規範都會規範到這些 它這是講不同鍍程的時候 會讓它有什麼樣的一個應用 譬如說它如果鍍錫的話 它有利於判接 還有有效防止氏氧化 那是鍍盈的話 最主要是在導電率可以比較高一點 以及耐震 耐高溫等等 如果鍍錫的話 防止氏 耐高溫 如果鍍金的話 有利於判接 還有有效於防止氏等等 它的不同鍍程大概是有這樣的一個運用的部分 所以在線材選擇上面其實可以考慮到這些 就是如說算它的電子氣質 這個有計算的調整 大家有興趣在參考 那主抗也一樣 那一般來講的話 在我們配電這個要怎麼去算它 大部分就是二次測分以3%電壓降來計算 那這個計算什麼 計算我們所使用的線材的粗細 要用什麼配電線材 那可以利用這樣的一個 二次測分是3% 那全部加起來大概是分大於1% 一次加二次加起來分大於1% 這樣子 一個方式 這邊都有列出來 大概12幅的 然後五安培的時候是用多少飛機 那長度多長是用多少飛機來算 那一向的系統跟三向系統算 有一個算法 電壓降算法 那這邊 這邊就多說了 好 前面其實不可能 UL758它有規定它的矯距 它有講裡面的矯距是怎樣 例如說28幅它是0.5英訊 然後26幅是0.6英訊 在它的那個 因為它矯距是指一條線 它有矯線的部分還是說 這個矯距是自訂像Cable裡面的線 我剛才講有Pair 有Pair 它裡面的角的距離就是龜板 一個八字形的長度 對 那是Cable的龜板 那它女神如果腳距離的話有龜板 沒有 那你略命也好 但是略命也要考慮到什麼 你腳太大力的時候 裡面的那個通道體 會斷掉 對 斷掉 也要考慮到這一點 因為它有它的特性 目的上面的特性來要考慮到 雖然它那個公司啊 它那個 有一個公司來算它的那個 腳的造成的EMI的一個公司 BV值的 那它的公司就是說 腳的越密的時候 它那個是很越好 但你腳太密的時候 就是剛才講到 物理特性 塑膠跟那個線 可能就斷掉了 那你腳太緊的時候也不行 那當然還有腳的時候 要緊密 有空隙 也是比較不好 可是一般來講的話 如果真的要腳到緊密的話 我們是有特殊的資訊 那資訊就只能一小段而已 沒辦法太長 因為 為什麼這樣 因為我們知道塑膠材料 它都有硬力在 當你腳完的時候 它硬力一釋放 它就會鬆開 除非你腳的當作 去釋放它的硬力 它才會順著腳 那不然就是把它一直過低 一直過低 它自己硬力是放掉的 可是很難啊 通常我們腳完了 就多了效率速度放到旁邊 也不可能放 腳完就一直擺著 擺著 也不知道擺多久 它自己會反彈嘛 就像你今天會稍微反彈一下 它就會稍微鬆開 除非是我剛才講有做硬力是嗎 那這樣的一個資訊的話很麻煩 也不要做拉爾 而且格柏廠他們 他們也沒有做硬力是放的 他們只是硬力 因為它是被包在裡面 包在裡面就固定死了 所以它就不需要硬力是放 然後你久了白酒 自己就在裡面就已經 然後你就被包死了 那如果是像外面講的那個角度的部分的話 IPC其實有過半 它應該要繳多少 所以在後續的時候我們會提到 對 它有一個標準 但是如果真的要好的話 我剛才講到就是要緊密 要越想越好 三歲的比較高 當然啦 因為你用的線會比較多一點 因為腳的時候會這樣子做這樣 對 而且也不好做 至限的公式都是只能在規範 線的公式 至限的影響公式 我會在列 我有那些資料 對 然後IPC裡面大概有講到一些 IPC大概在架工程序上面的標準 對 但是你設計上的標準的話 我這邊有一些資料 因為我有收集 去收集這些資料 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問我 我可以給大家 沒問題 好 那再來外備的部分 就是絕緣機 還有剛剛看到的 考慮一些元素 環境、大橋等等 FNPVC、SRPVC、PE、PT、 FNPVC、T、PVC、PG、PT、PV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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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說他有造色 因為我們塑膠材料 一旦透過X光造色之後 它會做連結 比較靈 就會讓它可以更加 耐溫度比較高 而且它的強度比較強 PVC的部分 像一個1430它是照射線 做完當中送到S1B做照射 這個在塑膠那個課程我們會再講 不知道今天來講 PVC大概五分 溫度範圍大概是不二十到八十度 它有時候進化會到一百度 PVC現在雖然它老實講 它算是蠻多的一種材料 可是它的優點 到現在還沒有其他安全的材料可以去替代它 它加很多添加劑很方便 因為它極性太高 所以它對於一些添加劑的 企固的狀態非常好 你要加一個抗UV的 你就隨便加下去抗UV 那要加抗油 抗化學 加一個材料的材料 就是抗油的抗化學 它變透明就透明 它要軟就可以軟 基本上你知道嗎 我們的水管就是PVC 整個房間裡面它就是PVC塑的 水管 衛生的水管 很硬 它可以很硬耶 它只是我們加了塑化劑進去 它才變得多 因為它會不會加 因為身體又加酸化劑 它可以加耐燃劑 這樣就可以放 不可以耐燃劑 所以 冷和 然後 我跟妳講的是大陸魚 所以為什麼加了大陸魚 最老準還是什麼 所以它這太好加工 而且成本非常低 很低 所以說到現在還沒辦法 把它連續來這樣 你看到一些 我們現在買一些高級的手機 或者幫它付的那個 摸起來很會在 它一樣 現在也在做很多的距離 可是那很容易 像譬如像蠟燃油 裝不出的 在環 現在很多材料 都想幫我們 好好環保 尤其像那個環保的那個 橡皮圈 它有去過半年或什麼 它一直都沒有 然後就像這樣 然後也在那邊 很麻煩的你知道嗎 那個車怎麼弄掉 因為它沒有這樣 那個磁落進去 它沒辦法讓它 可以 什麼橡皮圈可以好好地連結在一起 就慢慢慢慢 就一段時間就暖化掉了 所以今天是這樣 已經有把大陸的這個手機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它已經有加一些 當然你加的阻攔劑有非常非常多種 但是這個成長的問題 比較簡單的加著有 有乳系列的話 就像秀啦什麼 也可以加一些T啦 再抵抗 但是效果就沒有那些好 所以QPC到現在還滿會被取代掉的 那它的硬度 QPC硬度或是塑膠硬度 大概有時候秀A 秀D 還有Losswell 那再來Losswell是扯比較硬的東西 那秀A的話 你再軟足腳 秀D是比較硬的 可是呢 我們台灣人呢 不是叫爬竹 起爬起爬 是沒有 加熱那個